好,那么接下来咱们把今天内容去总结一下啊 来看今天我们都学什么内容 今天我们学了这个序列流 这个序列流呢作为了解 了解 好,让我们再往下看 将序列流将多个流整合成一起 这也作为了解啊 这个内存输出流 这是重点掌握的 重点掌握啊 它是怎么样 该输出流可以向内存中写数据 把内存当做一个缓冲区 然后写出之后呢 一次性的去获取所有数据 当我们在后面做那小项目 就是像那个聊天工具的时候 就一定要用到这个BattleAutoPoolStream 那个小项目呢会综合很多内容 所以呢等我们学的时候呢 大家会觉得很好玩 好,那么再往下看 内存输出流这个黑码面试题 我希望大家也掌握 你把它自己做一遍啊 这个掌握 掌握 然后对象的操作流 这个是了解 其实我们今天学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了解的 都是你要知道这回事 然后呢用的时候呢 你能找到API就行了 这个也是这个了解 要知道序列化和反序列化啊 这个要了解 然后呢还有对象操作流的一个优化 这一块也要了解 然后加上这个ID号 那现在我的问题是 我们不加这个ID号 可不可以啊 是不是也可以啊 那么加上ID号的目的是干嘛 是不是让你去看错误信息的时候 更清晰一点啊 你上一次是一版本 现在是二版本 是又重新改过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作为了解 打印流的概述和特点 这个地方呢 我们对这个print stream啊 对这个字节打印流 是要重点掌握的 print writer 作为了解 那么整个呢 咱们就要写个掌握的了 掌握 然后呢标准的输入输出流 以及输出语句 然后呢这个是 作为 这一块作为是掌握 这一块掌握 那这一块呢作为是了解 好 那么这一块呢 很显然就是了解啊 没人说这个 去拷贝一个文件 非得把你这个输入流给改变了 输出流给改变了 直接怎么拷贝就行啊 用file input stream和file output stream 拷贝就可以了 这个呢 了解 等你到就业班去学项目 学项目的时候啊 根本就不用这个 这种键盘录入 哎 我们那边是不是有界面啊 界面的一个输入啊 好 那么再来看 这个 随机访问流 读写数据 这个也 其实也作为了解啊 这个肯定是了解了 数据的输入输出流 它可以怎么样 按照基本数类型的大小去读写 读写数据 Properties这块呢 现在也是了解 等你到就业班再详细去学 好 这也是了解 这个也是了解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内容啊 我们今天学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这个了解 好 这个支点呢 就在这 保存一下 一个 一